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沙场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 虽然从地理位置上看 德国与日本天各一方 但是这两个轴心国之间的交流却是超乎想象 双方长期进行了多次堪称绝密的武器交易 甚至为此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由德国前往日本的行动被日方称为是柳输送 运输的物资主要以新式武器图纸以及技术资料为主 而从日本前往德国的行动被称之为反柳输送 物资更多涵盖了德国当时所急需的军工生产原材料 然而作为完成输送的载具 却既不是上万吨的大型运输舰 也不是日行千里的运输机 而是被称为大洋黑洞的德军U型潜艇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当时 名声显赫的德军U型潜艇甘愿 从大洋群廊变为海底的挑肤 这些从欧洲千里迢迢来到亚洲的U型潜艇 难道不担心会水土不服吗 这相关话题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944年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地面战场上 曾经在欧洲战场肆虐的纳粹德军 已经陷入了东西两线全面败退的不利局面 此时 在天空上 盟国战略轰炸机遮天蔽日 而在海洋上 德国海军隐为骄傲的U型潜艇 几乎销声匿迹 但对于战争狂人希特勒而言 这一切仅仅只是轴心国集团 发起反击前的短暂阵痛 在他的亲自受益下 有多艘U型潜艇组成的运输编队即将启程 而目的地将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日本 在U219号和U195号两艘U型潜艇的货舱里 装载着12枚特别被要求拆散的 V2导弹零部件 这些德国最先进的武器 将按照希特勒的指令秘密运往日本 以加强日本的作战能力 而为了安全起舰 装配和指导生产的武器专家们 也将搭乘U219号潜艇的姊妹艇 U234号一同前往日晚 不过对于大部分德军士兵而言 V2导弹却是一款第一次见到的杀手锏武器 在搬运的过程中更是格外小心 由于V2弹道导弹在终端速度极快 达到了约4马赫以上的超音速 远超过当时盟军空防的反应所需时速 即便对于当时在探测技术上处于潜力的英军 大体上也只能依靠声音与雷达 粗略测量V2导弹的弹道 在导弹尚未击中目标之前 以高射炮发射高爆弹药射击弹道的方式尝试拦截 我们说在二战后期应该说德国处在两线败退的状态 那么在这一形势下 按理来说他应该尽可能的投入武器装备到战场才对 但是我们发现希特勒却一反常态 加大了对日本武器装备的输送力度 那么究竟希特勒在谋划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德国往日本诉讼的武器装备 都是正在研发的新型的武器装备 所以希特勒实际上是在想用新型的武器装备 来加强就是轴心国的这个武器的先进程度 来摆脱他这种困局 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他就要依靠日本 也就是说把这些先进的理念 比如包括图纸啊 包括一些零部件啊 包括一些研发的基础啊 他要提供给日本 希望日本能够同时研发这些先进的武器装备 来和这个同盟国的进行对抗 另外呢在这笔交易的清单当中 我们注意到还有V2导弹的零件 那么按理来说 当时V2是刚刚诞生 这么绝密的一种军事技术 当时希特勒怎么能说说给就给呢 这个和当时的战争的情势有很大的关系 诺曼尼登陆战役之后 德国面临着两线夹击的这样的一个境地 所以他自身难保 江和日下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日本给他一帮助 首先把这个V2导弹给日本呢 第一呢显示周星国的之间的一个团结 第二点呢就是减轻德国的压力 因为在欧洲战场上德国独木难支 这个时候就要在世界的其他侧翼来支援德国 那么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 同时也就相应的意味着德国的军事力量也就加强 德国的威胁也就减轻 第三点就是V2导弹一旦在日本落地生根 那么对美军是一个极大的震慑 所以说呢正是因为有着共同的需要 才让周星国在这样的一个阴谋交易方面是一派即合 那么按理来说 德国拥有非常优秀 并且科技先进的一些舰艇和飞机 但是为什么他最终选择用空间比较狭小的优星潜艇来运送物资呢 接下来通过短片我们去了解一下 1942年6月29日 由意大利穆斯塔克利中校驾驶的SM75GA型飞机 携带了大量的德裔与日本方面的外交和作战文件 由德军占领的最东端的机场 克里米亚半岛机场起飞 穿越苏联领空 经过两天的飞行之后 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东京 然而 当穆斯塔克利兴奋地会见日本军方代表的时候 东京方面却显示出了出人意料的冷淡态度 只是在草草拍摄了一张双方合影照之后 穆斯塔克利机组成员便被日军打发回了欧洲 眼看这条新开拓的空中通道效果并不如预期 使得这条线路也仅仅用了一次就被树之高阁 令当时轴心国之间开辟空中通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 然而随着战争形势的逐渐恶化 德国对远东的战略物资 如乌 木等的需求飞速增长 而日本也迫切需要德国提供先进武器的技术支援 以对付在太平洋节节推进的美军 但此时 在大西洋的海面上 盟军占据着绝对优势 德军想要使用水面运输保障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已经不现实 为此 当水面航线被切断之后 德国和日本决定使用隐蔽性较强的潜艇 开辟条维持德日之间交易的水下航线 起初 德国计划调用在地中海闲置的大量意大利潜艇来作为运输工具 但随后 意大利的迅速投降 让这一计划变成炮营 因此 德国决定在1943年末 自己建造20艘U型潜艇 用于德日航线的运输 但这一生产计划同样碰到了麻烦 在没有告知德军高层的情况下 建造运输潜艇所必须的资源 被德国海军私自挪去建造更急需的远洋攻击型潜艇 最后 德国高层不得不对现有的部分U型潜艇进行改装 以执行运输任务 我们注意到实际上 当时德国确实采用过飞机运输物资到日本 但是呢 只采用了一次那么很快呢 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树枝高阁了 那么夏老师 在您看来 德国没有选择或者说放弃选择空中运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们知道德国到日本呢 它的远程运输主要采取三种 一种是陆路 但是在战争期间 这个陆路走不通 那么第二种呢 就是空路 那么空路主要有两条航线 近道和远道 所以近道的航线是从德国的占领区 克里米亚半岛起飞 然后经过苏联的领土到日本 但是由于日本和苏联签订了这个中立条约 所以这个近道啊 也不能走 因为日本怕触动了这个苏联的这个神经 怕苏联对日本来发动战争 那么只好有一条远路 那么空中的远路就是从德国绕到印度洋到日本 这条航线太远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只剩下一条途径 那么就是海路 那么海路在大型的水面舰船它不行 因为制海权水面的这个制海权是被盟军控制的 它只好有通过水下的这个渠道来进行命名的运输 所以潜艇就成为它唯一的德日之间的军事活作的这样一个渠道 另外我们注意到实际上德国最开始希望 利用意大利闲置的一些潜艇作为运输物资的潜艇 但是最终由意大利投降 那么这样的一个想法应该说是成为了抛影 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其实最开始德国运输物资到日本 其实也并不是非常情愿的 它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物资如果要是从水面运输的话 那这个目标很大 就很有可能被对方的这个舰艇或者潜艇给击沉 那么这个不安全 但是从潜艇安全的这个角度讲没问题了 可是哪来那么多潜艇都给你当商船去运输去 那我就是切断对方的航路 我打击对方的水面舰艇 我用什么力量啊 所以呢德国是不情愿用这种潜艇去干这种运输的事情 可是呢这个不通过这种手段 你又没有其他的手段去进行这种交通的运输 那好借助周星国的另一个国家就是意大利 那把你的潜艇反正用不上 那干脆给我当当运输的这工具算了吧 但是意大利投降他又没办法了 所以呢只好把自己的潜艇就是一方面要参加这种狼群战术的 就是破坏交通线的作战 还有一个就是要进行相关的这种运输 所以我们看呢德国把潜艇作为运输工具 应该说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所以我们说呢一向在深海进行狼群作战的这个德国游行潜艇 应该说是非常不情愿的成为了德日之间的搬运工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德国的游行潜艇来到了亚洲之后 却出人意料的换了一个身份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1943年春天 一封来自日本的电报被德军情报人员传达给了时任德国海军元帅邓以辞 东京希望德军可以将两艘用于往返德日航线的U型潜艇赠予日本 以提升日军在亚洲的水下作战能力 在收到了东京的请求之后 这位狼群战术的发明人并没有马上同意 只要大西洋仍然有可攻击的目标 邓尼茨始终认定 大规模派遣U型 到远东的做法并不划算 不过 仅仅两个月之后 当收到了从日本运地德国的橡胶之后 邓尼茨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他临时决定将一艘U511型潜艇正式送给日本 而与此同时 盟国的海军军事力量刚刚在5月对抗德军潜艇的战斗中 取得立场决定性胜利 总共击沉德国U型潜艇41艘 机伤37艘 令德国不得不把北大西洋主要交通运输线上的兵力全部撤走 在柏林的U型潜艇总指挥部里 灰心丧气的德国海军军官将其称作黑色5月 令德国海军不得不从防卫较弱的地区着手 而选择来到盟军军舰力量相对薄弱的亚洲 在他看来将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为了执行这一计划 德军同时派出另一艘U艇前往亚洲水域进行游列 而这批U型潜艇在抵达日本的马来半岛基地之后 日本人更是为这批德军U型潜艇起了一个新名字 季风艇群 我们注意到在日本的多次的请求下 那么当时德国的海军元帅同样也是U型潜艇狼群传树的发明者 叫邓尼茨其实一开始并不同意将U型潜艇派往日本 但是在接收到了日本给他们的橡胶之后 他却一下子同意了 咱们去理解他这种态度的转变 其实这个可以从两点来考虑 第一个就是这种交换 因为德国非常的需要潜艇 那么如果他把自己的U型潜艇往太平洋方向掉 那在大西洋他的这种战力就会大为下降 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把这些潜艇派到太平洋方向 那么日本在那边又支撑不住 因为它顶不住美国的这种太平洋舰队的打击 再有一个就是德国对战略物资的需求也是非常紧迫的 因为只有东南亚那个地方产现交 那么只有日本控制着东南亚的地区 所以它就作为一种交换的手段 可以说跟日本进行了这样的交易 这也跟当时轴心国的这个情状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另外在这里面我们注意到 在U型潜艇来到亚洲之后 被日本命名为季风艇群 而且很快就投入了相关的作战任务 那我们想知道当时日本为什么对U型潜艇如此的渴望 在太平洋海战爆发前夕 日本的潜艇数量大概有60多艘 那么大多数都是比较落后的潜艇 稍微先进的就是U型潜艇 但是这个U型潜艇到了1942年底的时候 基本上消耗殆尽 需要好的优质的潜艇来补充它 第二点就是日本的潜艇 它当时的质量还是比较落后的 比如它这个噪音就非常大 它一发动起来的好像就是敲着大鼓在水上航行一样 美国事难员很容易就能发现U型潜艇 所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 日本的潜艇当时已经不能负担 对太平洋海战的这个作战任务了 所以它迫去需要先进的U艇 来提高日本的潜艇的这个作战能力 企图扭转太平洋海战中的这种颓势 所以可以想象 那么当时日本拿到了这些U型潜艇之后 肯定是如获之宝 那么就当他们希望这些U型潜艇在亚洲能够大干一番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其实亚洲的日子也不好过 那究竟发生了什么 继续往下看 1943年7月17日 在浩大的迎接仪式下 以U511为代表的德军U型潜艇 相继抵达了日本位于马来半岛的基地 时任德义日三国同盟军事委员的野村直邦海军中将 也乘坐这批潜艇一同回国 为了一睹这些传说中的海底战狼 日本士兵甚至簇拥着 将停泊这些U型潜艇的港口围得水泄不通 不过就在这些U型潜艇准备在亚洲战争 一势拳脚的时候 令他们意料之外的灾难却离奇地接踵而至 德日交易催生亚洲狼群 曾经不可一世的U型潜艇为何会在亚洲水土不服 反正我就来回来去的打你这几个点 那么你出去不安全 回来也不安全 港口爆炸自身完好无损 征战亚洲的U型潜艇为何如此命当 219在长期的这种生存的这种锻炼之中 锻炼出来一种它的天然的这种紧急感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纳粹德国王牌装备大迁徙 V2导弹U型潜艇集体空降日本 希特勒为何要将自己的看家宝贝打包让给日本 日本非常渴望德国的U型 来提高日本的潜艇的作战能力 企图扭转太平洋海战中的颓势 亚太新家离奇备战 日本特攻于雷火上交友 德国U型潜艇转战亚洲 为何扬相百出 就是U型潜艇好像到了亚洲之后 你看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纳粹奇葩发明 聚焦神奇厕所 投入实战引发灭顶之灾 鼎鼎大名的U型潜艇 如何被一个厕所打败 你搞不好就容易造成这个小则 很不干净很不卫生 大则停毁争亡 沙场推出 轴心国潜艇的末日密档系列之 沦落日本的深海狼群正在播出 U型潜艇的到来 无疑令日本军官兵们如获之邦 很多人从军了大半辈子 也没有见过 性能如此先进的水下武器 似乎是为了展现东道主的盛情 日本军队特别在马兰半岛 为这些远道而来的U型潜艇 建立了一个维护基地 以帮助这些水下战狼 在东南亚地区更好地发挥使命 不过当这些来自德国的U型潜艇 准备在亚洲战场上大干一番的时候 他们却发现 自己在亚洲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那么这些德国U型潜艇 到底在亚洲发射了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3年时 德国在日本的协助下 与马来半岛的槟城 建立了支持U艇远洋作战的补给 和北户基地 不过U型潜艇来到亚洲之后 却并没有让德国人就此而放心 由于槟城当地维护设施的缺乏 使得U型潜艇数量 必须限制在五艘以内 而更糟的是 槟城的鱼雷 都是日本有辅助巡洋舰 和突破封锁商船运送的 在通过热带地区的 长时间运输过程中 这些产自日本的鱼雷 很多都出现了质量问题 见此状况 德国海军不得不千里迢迢 从本土将鱼雷运输到 位于马来半岛的潜艇基地 为此 在总共数量就不多的 五艘U型潜艇中 其中的U-532 U-188 和U-183 三艘潜艇 在作战的同时 还要担负着返回欧洲 运输鱼雷的艰巨任务 1944年2月7日 在经历了连续多天的潜航之后 U-532号潜艇本来预定 和夏洛特谢里曼号油轮会合 以进行加油 但由于恶劣的天气 导致双方迷失了航项 直到1944年2月11日 两者才在马达加斯加以东 950英里处会合 但不幸的是 就在U型潜艇加油的途中 却被一艘英军驱逐舰发现 情急之下 德国邮轮被迫自沉 而U-532号潜艇 则在梅加满游的情况下 紧急下潜 以躲避英军驱逐舰的追击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U-532号潜艇 却并没有躲过英军战机 深水炸弹的攻击 在之后的接连三天时间里 这艘U型潜艇 不停遭到英军战机 深水炸弹的攻击 在没有还手之力的状况之下 便被英军的深水炸弹 葬身于大洋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 德国本来以为 将U型潜艇送给日本 就大可放心了 但实际上 由于日本自己生产鱼雷 出现了很多问题 不得不让德国将鱼雷 从本土千里迢迢送到了 马来半岛的潜艇基地 能不能说实际上 U型潜艇给日本 反而是给德国 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麻烦 德国在亚洲的潜艇基地 以及它的潜艇部队 应该说存在着本身 自身的种种的这种缺陷 第一个是 德国的U艇部队 在亚洲的U艇部队 它的路途太远 它往往是要从挪威起航 因为它要回到德国本土 去补充一些燃料 补充一些鱼雷 然后要经过大西洋 绕到好望角 再来到印度洋 到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路程太远 而这个路程 在U艇航行的过程之中 杀鸡四伏 从大西洋到印度洋 到处都是盟军的 各种各样的反潜飞机 潜艇水面舰艇 对U艇进行追上 所以第一条航线 太远 太危险 所以本身就给U艇部队的生存 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 当时U艇部队 在亚洲的基地 它比较小 开始主要是在马来亚的槟城 这个基地比较小 它的维修能力 保障能力都比较弱 另外就是日本人 日本人对U艇不太熟悉 因为U艇主要是德国人研制的 生产的 虽然德国人要开这个U艇 但是很多的在船户上的保障维修 你还是要当地的人来进行保养 但日本人对U艇不是太熟悉 总之各种原因导致U艇的战斗力 在亚洲不能充分的得到发挥 所以我们说德国的U型潜艇 来到了亚洲之后并不顺 但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 曾经在欧洲战场应该说让盟军 非常头疼的U型潜艇 为什么来到亚洲之后却惨不忍睹呢 因为德国的U艇 它首先就是在设计的理念上 就是在大西洋和它自己的近海使用的 那么它的潜艇的很多的性能 是适合在寒区或者是温带这样来作战的 那么当它换了一个环境的时候 也就是它到太平洋这个方向来的时候 到印度洋这个方向来的时候 这个海况是要发生变化的 起码是这个温度就发生了变化 因为它从寒带到了热带 那么这个对潜艇的设计指标会是发生变化的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它在长航时 也就是说你出去之后可能走不远 因为你走远了之后 要么要这个保障船 要么就是说你自己的自持力要非常强 那么在新的环境中 它又达不到这样的作战能力 所以它就不能像在北大西洋那样 发挥原来的那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说德国游艇来到了亚洲之后 确实是四处崩壁 给人一种水土不服的感觉 而对于盟军来讲 他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到 德国的U型潜艇在亚洲成立一个新的基地 成立一个新的大本营 那么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我们继续往下看 1944年12月26日 一架美军侦察机发现了 位于马来半岛的德国U型潜艇基地 随即将这一重要情报 发送给了正在附近巡逻的航母作战编队 仅仅几个小时后 只见数十架美军轰炸机 从航母上接连起飞 以最快的速度穿出云层 集体出现在槟城的U型潜艇基地上空 眨眼的功夫 上百颗炸弹朝着槟城倾泻而下 迅速将港口化为一片火海 眼看美军的战机发起了大规模攻击 U型潜艇基地内的日本士兵迅速乱作一团 有的临时拿起机枪朝空中慌乱扫射 有的则一头扎进海水里 躲避火势的蔓延 停泊在U219号潜艇驳博尾旁边的 1135吨的日本弹药运输船 在火海中相继爆炸 港口设施大部分被毁 人员死伤惨重 但出人意料的是 似乎是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 U219号潜艇竟然仅仅只是受到了一点擦伤 躲过了美军战机的此轮 疯狂攻击 不过经过了长达两个小时的美军轰炸 位于槟城的U型潜艇基地 已经被炸得千疮百股 令驻守槟城的德国潜艇四处逃窜 仅有两艘被转移到了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而大部分都淹没在了美军轰炸机 深水炸弹的枪林弹之下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盟军对于 位于马兰半岛的德国U型潜艇的基地 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那么可以说这些U型潜艇 还没有大限身手就失去了母港 那么在这里面 曹老师我们想知道 为什么U型潜艇陷入了在亚洲厄运的怪权 因为在他把U型潜艇调到亚洲来进行参战的时候 这个时候局势就是已经不是日本 或者是说轴心国占一种优势的情况了 那么这个时候美军和英军 他们的飞机和舰艇已经成了气候 母港是一个固定的目标 那么你没有制空权 而这时候美军是有制空权的 所以他可以经常的派遣一些飞机来对你进行攻击 那这个时候你的潜艇就很不安全 所以这个是跟战场的大的环境有关系 第二点就是说他的潜艇数量很少 而且能藏匿的这些母港也比较少 因为他的这个数量少了之后 他主要在马来半岛 还有一个就是在印度西亚 那么在这些地方就是固定的几个点 那么美军他也就专门袭击你这几个点 就是你数量少 反正我就来回来去的打你这几个点 那么你出去不安全 回来也不安全 这样就造成了什么呢 就是U型潜艇好像到了亚洲之后 你看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还发挥不了作用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局面 实际上就是由于上述两个原因造成的 同时我们看到就在盟军对U型潜艇的母港 进行轰炸的过程当中 应该说港内人员是死伤惨重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 德国的U219潜艇却毫发无伤 那么为什么这艘潜艇如此的命大 这个主要还是U219的运气好 我们说运气可以说是在战争中 必然组成的一个部分 战争的偶然性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特性之一 因为在战争中到处都有偶然性 所以在战争中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好运气坏运气 这次U219主要是搞到了一个好运气 它的彩头好 这是战争的偶然性决定的 第二点也和219本身的官兵的素质还有关系的 我们知道U219主要是德国到日本之间的一个运输的潜艇 作为运输潜艇 它主要的功能 主要的任务就是生存 要躲避盟军的潜艇飞机舰船的对它的攻击 所以从大西洋到印度洋 在这样的航线上 它已经研究了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本能 逃避 逃脱 警惕性都非常高 所以U219在长期的这种生存的这种锻炼之中 锻炼出了一种它的天然的这种警惕感 所以好运加上它自身的素质 导致它能够逃过此劫 总之我们说呢 在接连的碰壁之后呢 德国也打算对U型潜艇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 但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随后因为一个新发明的厕所的问题 让德国的U型潜艇再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究竟发射了什么 我们去看一下 德国向日本的柳输送 一直持续到了德国投降时的1945年5月 最后一艘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U234 在大西洋航行的半路上向美军投降 在执行运输任务的过程中 只有两艘德国潜艇成功到达日本 损失的潜艇数量很多 眼看曾经引以为傲的U型潜艇遭受盟军击杀 德国人心里十分不识滋味 他们要升级这款曾经创造神话的攻勋潜艇 为此 纳粹德国曾记希望于那些旁门左道的发明 而U型潜艇便成为这些神奇发明的改造对象 奇葩厕所断送U型潜艇 堪称史上最荒唐的U型潜艇悲剧究竟有何玄机 厕所的大家可能不以为然 不就是一个排脏东西的地方吗 但是实际上对潜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首次出征没开火便沉默 U1206的短命究竟是人为失误 还是另有引擎 潜艇内部的气压要小于潜艇外部的气压 你不可能我冲一下马桶 然后这个排泄物自然就排出去了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纳粹德国王牌装备大迁徙 V2导弹U型潜艇集体空降日本 希特勒为何要将自己的看家宝贝打包让给日本 亚太新家离奇备战 日本特攻鱼雷火上浇油 德国U型潜艇转战亚洲为何扬相百出 纳粹奇葩发明聚焦神奇厕所 投入实战引发灭顶之灾 鼎鼎大名的U型潜艇如何被一个厕所打败 你搞不好就容易造成这个小则 很不干净很不卫生 大则停毁阵亡 沙场推出轴心国潜艇的末日密档系列支 沦落日本的深海狼群正在播出 在二战的最后两年 盟军的优势是越发明显 曾经自诩第三帝国的希特勒 开始寄希望于所谓的神奇武器 这些超越时代的新型武器 大都具有意想不到的特征 威尔导弹 超重型坦克和喷气式战斗机多赫然在列 但是似乎是太想赢得战争的胜利了 竟然连一种新发明的U型潜艇厕所 也被希特勒提升于这批技术精弱之力 不过按理来说 这一大胆的发明本应该造福纳粹德军水下军团在队 但现实中德国的U型潜艇部队 却让它给彻底害惨了 甚至还由此上演了因一个厕所而葬身潜艇的荒唐闹局 1944年4月2日 海军上尉施利特艇长率领U-1206潜艇 从挪威南部的霍腾港首次出海 它的任务是出海猎杀盟军大型军舰 这艘潜艇在苏格兰近海前行多日 但没有与敌人发生接触 为了避免被盟军的反潜机发现 U-1206始终在水下60米左右的深度航行 U-1206属于德国的第七代型潜艇 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 这型潜艇就以一战时的德国潜艇为样板 开始研制 七型潜艇总共制造了700多艘 成为当时全世界产量最大的潜艇 也是德国国防军大西洋战役的主力 然而在1941年和1942年的大节之后 1943年战况发生了转折 美国人和英国人破译了德国海军的通信密码 而且发展出能有效克制德国远洋潜艇的雷达 反潜机和护航战术 因此 为了让潜艇能在水下潜行的更久 更快和更灵活 德国七属人员研发了一系列新设备 并将其应用于德国海军主要装备的七型潜艇上 而U-1206潜艇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 为了让这艘潜艇的水下隐蔽性得到充分改善 纳粹德国却发明了一款新式的深海高压厕所 据称 这种先进的清洁技术 能够在深海高水压环境下 直接将粪便排出潜艇 从而避免了潜艇在粪便箱注水和排水时发生位移 而且为了确保德国潜艇不必在排出粪便时 上浮到接近海面的位置 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 工程师特别研究出了一套复杂的程序 然而 由于这套程序非常繁琐 以至于潜艇上必须有一名艇员接受专门的培训 学习如何以正确的顺序控制阀门的开启和关闭 曹老师我们注意到在U型潜艇升级的过程当中 技术人员为他发明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 所谓的深海高压厕所 那么这样的一个好像给我们感到噱头非常大的一个厕所 究竟对于潜艇上的人员 包括潜艇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这个厕所的大家可能不以为然 不就是一个排脏东西的地方吗 但是实际上对潜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这个潜艇它是一个密封的平台 氧气非常的缺乏 空气非常的污浊 你再不能够把这些脏物或者污物给它保管好的话 那就影响艇内人员的这种战斗力了 还有一个潜艇不但在水下 而且它的水下的活动是一个变换的 也就是说它可能在浅 比较浅的地方 比如十几米深的水下 它也可能下潜到几十米 甚至于上百米的水深的地方 由于海水的这个深度不同 它的这个压力变化是非常大的 那么如果你在向外排的时候 你的压力不够 水的压力大的话 它就会反进来 也就是说这个水要倒灌进你的潜艇里面 就会造成这个潜艇的危险 所以这是一个看似简单 而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么刚才曹老师也介绍了 对于潜艇来讲 这个新陈代谢非常重要 可是夏老师我们注意到 它这个所谓的深海高压厕所 操作程序也是非常的复杂和繁琐的 那么为什么这个程序这么样的复杂 因为刚才曹老师也分析了 就是说这个潜艇的厕所 它和我们一般想象的这个厕所是不一样 特别是潜艇它是封闭的 当它处于深海之中的时候 因为潜艇内部的气压 要小于潜艇外部的气压 你不可能 我冲一下马桶 然后这个排泄物自然就排出去了 你不可能排出去 因为里面的气压要小于外面的气压 所以怎么样把它排出去 你必须要增压 人工的增压 你要搞一个增压装置 把这个潜艇内部的气压 要高于外部的气压才能把排泄物排出去 好 你就增压 我输出这个高压气体 高压气体把它排出去 但是高压气体一旦泄漏 那又麻烦了 我们知道高压气体一泄漏 在这个水下是一个小气泡 但是到了水面上 它就变成了一个水柱 海面上一看有一个水柱 那肯定下面有潜艇 那就被暴露了 那么没办法 从马桶出瞬间就要把这个高压给关掉 不允许一点点这个高压气体泄漏 它是一套复杂的程序 你搞不好就容易造成 这个小则很不干净 很不卫生 大则停毁争亡 所以看来呢 在这样的一个U型潜艇上 上个厕所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而经过了升级改造之后 那么德国的U型潜艇呢 即将投入战斗了 不过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 1944年4月14日 经过多天的高强度航行 U-1206潜艇即将驶出英军战舰巡逻 最为密集的危险海域 艇长施利特终于可以松一口气 他将工作交给了副官 便抓紧时间准备去上厕所 不过正当他启动了排水设备 以为自己可以操纵新式厕所的清洁机构时 情况却突然出现了异常 前来帮助他的技师 也没有找到正确的阀门 于是一股强劲的废水 喷涌入潜艇 狭窄的舱内 紧接着 在海水的重压下潜 潜艇向石块板下沉 而火上浇油的是 不久海水就淹没了 艇上的蓄电池 引发了化学反应 令有毒的氯气 污染了艇内本就污浊的空气 见此状况 艇长施利特别无选择 只有下令潜艇立即上浮 为了尽快浮上海面 艇员甚至卸载了16枚鱼雷和配重水箱 不过当潜艇浮出海面后 艇长施利特却意识到 英军巡逻机很快就会发现潜艇 而此时 这艘已经没有了自卫的武器 潜艇被击沉将只是时间问题 无奈之下 施利特不得不下令 炸沉潜艇 并希望通过乘坐救生橡皮艇 抵达苏格兰海岸 但由于当时海面上狂风乱作 有三名艇员在海上被风浪卷走 而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施利特 却活到了战后 直到2012年 潜水员才在距离 克鲁登湾12英里的北海海底 发现了U-1206的残骸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德国的U型潜艇 实际上是在二人当中 它的一个主要力量了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 盟军拿它都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最终 却被自己的一个厕所给打败了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它是一次事故 为什么讲事故呢 就是本来你如果按照 正常的程序排放的话 它的艇内和艇外的压力 应该是不相上下 但是由于它操作的不大 引起了失误 也就是说你阀门按错之后 外面的压力很大 你里边的压力 也就是潜艇里边的压力比较小 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当你把阀门打开的时候 就是艇的阀门一打开 就是与外面的海水就接触了 当一接触的时候 恰恰是外面的海水压力 大于艇内的压力 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巨大的 一米的水深 那就是一个大气压 那你想想下降了几十米之后的潜艇 它可能几十个大气压 一下这个海水就冲雾进来了 因为它这些水啊 把这个电池舱给淹没了 那电池舱里边呢 这个我们知道 电池都是化学成分组成的 它一接触水之后呢 就形成了正负级的短路 正负级的短路 那么又导致了其他的物质的 这个跟海水接触之后呢 引发了就产生了氯气 这个氯气对人体还是有害的 那么这样的话 大量的氯气进来 那人体它吸进的是氯气 那人就要有生命危险了 但是我们说 谁也没有想到 因为一个厕所 或者说因为一次事故 能葬送了德国的一艘U型潜艇 另外我们看到最后的时候 实际上为了害怕 英国的驱逻机发现 它采用了自爆的方式 可以说是一种自杀的方式 那么当时德国采用这种方式 自杀的话 它究竟在担心什么呢 首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出事的这个潜艇呢 它出事的地点 位于苏格兰海域的附近 你英国的本土比较紧 所以当时英国的飞机 就可以很快地发现出事的潜艇 那么第二呢 就是这个出事的这个潜艇 当时已经不能动了 那但是你想脱回德国 在当时这个条件下 已经不可能了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被英国的飞机给炸成 第二种结果就是自成 那么天上想 与其让你敌人的飞机来炸成我 还不如让我自成 因为这涉及到一个部队的荣誉 最后战国一算 这是我自成的 不是你敌人击成的 是我自杀 不是属于他杀 那么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涉及到游艇的秘密 我们知道 游艇潜艇是德国当时的 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之一 对盟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所以盟军一直把游艇侍卫 眼中钉肉中刺 就要想方设法 找到这个游艇的这个缺陷 它的致命血在哪个地方 要研究它 但是在战时 你没有可能去完整的俘获 一艘完整的这个潜艇 如果这座潜艇被盟军给俘获到了 一研究 知道你这个潜艇哪强哪弱 然后制定一系列的这个战术方法 那么德国潜艇部队的这个日子 也就到头了 所以综合各种各样的因素的考虑 最后下定决心把它自成 从曾经不可一世的海底战狼 到沦落东亚的德日水下挑夫 表现大起大落的U型潜艇 似乎很难让人们联想到 那个熟知的水下狼群 而在德国与日本的水下阴谋之下 U型潜艇不为人知的一面 也逐渐浮出水面 这支来自亚洲的U型潜艇部队 也终将在二战的舞台上 完成最后的卸磨 马岛海战功不可没 风雨58年终将退场 世界航母服役记录保持者的退役 为何一波三折 双航母舰队告别演出 改架航母面临独挑大量 印度航母的国产与进口计划 是否已经不复存在 十年磨一舰终成定局 十二年竞标落下帷幕 印度装备大采购究竟能否值回票价 沙场敬请收看